空襲過後空氣中充滿粉塵 幸存的巴勒斯坦民眾 召集著在瓦力堆中尋找生還者 移出罹難者的遺體 以色列對加薩走廊攻勢猛烈 最近空襲北部賈巴利亞的難民營 現場被炸出兩個大窟窿 宜君聲稱這項行動成功擊斃一名 和上個月7號突襲以色列有關的 哈馬斯主要指揮官 但是難民營位處人口稠密區 空襲造成50多人喪生 約150人受傷 數十人被埋在瓦力堆下 哈馬斯執掌的加薩衛生部表示 以色列持續空襲 目前為止造成超過8000人死亡 當中有超過3500名兒童 巴勒斯坦平民受到戰火牽連死傷 引發國際社會關切 呼籲以色列停火 南美國家波利維亞 已經宣布和以色列斷交 譴責以色列襲擊加薩走廊 犯下危害人類罪 而以色列的堅定盟友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 近日出席聯邦參議院撥款委員會 聽證會才開始發言 旁聽席隨機有人起身 聲援巴勒斯坦 儘管國會警察迅速代理抗議者 但是布林肯的後續發言 頻頻遭到抗議人士打斷 他們高舉染紅的雙手 象徵戰爭造成的傷亡 最後至少有12人涉嫌非法示威被捕 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 在聽證會上呼籲國會同意高達千億美元的 原外經費作為協助以色列 烏克蘭和因應中國威脅之用 布林肯也在聽證會上表示 加薩走廊的未來理想情況是由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管理 中央社綜合報導